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Sir 我今天會示範做五級惡里的譬如C 開始之前麻煩你給個讚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現在就開始了 第一部分就是問你節奏的問題 1.1的庫埔A叫你選出一個正確的時間號碼 它現在給你的答案都是Combine Time 我就找一下百分音符有多少個 Combine Time我就直接這樣 這個就認得它是三個 這個優子符一樣都是這麼長的 有三個 這一塊也很明顯有三個 這個有二連音 它就等於三個這些 在複拍子的時候 這個二連音也是等於三個這些 即是等於一個這些 有十二個八分音符 是一個複拍子的小節 Combine Time 這裡有很多優子符 那我 我就這樣看到 我也猜到它是複拍子 因為它這個和這個有分開邊 這裡有一個 三個十六分音符 然後這裡 這個音加這個停是一個十六分 然後這裡有兩個十六分的優子符 所以都是一個大拍來的 複拍子 中間這一個 一個十六分 兩個十六分 答案是九十六 C 這個不像是複拍子 這裡有一個八分音符 兩顆三十二 就是一個十六 兩個十六加上一個八 整個四分音符 整個就是四分音符 這裡有八分音符 加上這兩個十六分 也是一塊四分音符 最後一塊四分音符 中間這個三連音加上一個八分音符 加上這個八分音符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四個四分音符 就是這個C 就是四四的意思 1.2 它說把複拍子 轉為星高 我自己改了它 首先 拍子應該是二二 所以第一個答案 已經被我排除了 然後 複拍子轉單拍子 就是你找到三個這些音符 你就將它加上三字 在上面 然後如果有二字 你就不要二字 那就對 所以如果不要這個 然後這裡又加三字 那就像哪個答案呢 就像這個答案 B 1.3 A 它說完成下面兩個句子 98的 拍子記號裡面有幾個八分音符 九個八分音符 九個八分音符 就是在九個八分音符 答案是三 Hurubi 它說一個面符 面符 面符是這一種 一個八分音符 就等於四個十六分音符 一變二 二變四 四就變八 八粒 再變底一層 就是有十六個 因為這一塊 一會兒我都會拆開到八個 DMA規法 還有這邊 八加八 有十六個 答案是十六 1.4 那它說哪一個小節是group 是正確的呢 它現在是六百拍子 一個幅拍子 那它的grouping應該要是三個八分音符一group 三個八分音符一group 中間就不會有邊編在一起 我們看看誰做得對 這個就對了 前面好像很複雜 不過其實看後面 這一塊 八分音符 加一個四分音符 就是這個小節的第二個大拍 所以前面無論有多少東西都好 總之一個邊編就可以了 所以其他都不對 這裏就應該編在一起 這裏一定可以連在一起 所以第二個答案是錯的 第三個答案也是 這個位置不可以黏在一起 應該是錯的 所以第一個答案是對的 它要分成這兩組 後面呢 這裡分開 是第二組 1.5 它問你那些優子符做得對嗎 那怎樣才是對呢 三二呢 即是一小節會有三個二分音符 那些優子符的grouping 都要這樣分三組 然後呢 可能會有些四分音符出現 那也是要這樣分開它們 好 那我們看看第一個答對 第一個呢 我要再說一下這個 如果它要再分開 再細分的時候 可能每一個四分音符 要自己一group 所以這裏呢 它就不是兩個四分音符的分法 也就是說它應該有一個八分音符 之後呢 它要先停下八分音符 這裡呢 組合了一個四分音符 那麼長的東西 然後再有第二個四分音符的優子符 那所以呢 這兩個優子符 調轉的話呢 就是對的 現在是不對的 那這裏呢 第二個小節呢 又是不對的 因為它應該 第二拍 和第三拍呢 要分開 人家才看得清楚 第二拍在哪裏 第二拍這一個四分音符 所以正確的呢 應該是有分開兩個四分音符 優子符寫的 所以現在這個是不對的 第三個小節呢 就看來是對的 它第一組二分音符 然後第二組二分音符 然後第三拍第三組二分音符 就很清楚了 那我們就說它是對的 好 第二部分 這是什麼音符 始終音符號呢 你可以認住 它下面的C字 碰到這條線是F 這個位置是F 或者你在 找一個Middle C 開始數也可以的 那就數回去吧 F E D、D、C、B、A A音符 A音符 2.2 有哪一個音符 和前面的音符 是Anharmonic Equivalent 這個是F音符 這個是E的Double Chop 這個是G Flip 這個是E Chop 誰和F是Anharmonic Equivalent 就是E Chop 這兩個音符 在鋼琴上 是按在同一個按鈕上的 你考試的時候 不熟鋼琴 你可以畫出來 F音就在這裡 E音就在這裡 E Chop 也是按在這個按鈕上的 E Chop和F就是Anharmonic Equivalent 2.3 首先你看它想你移到哪 樂器名字 就不要管它 向上移 Perfect Fifth 看了題目之後 就看看原本首歌是什麼 你當它是Major Key就可以了 3個聲號就是A Major 我先寫A Major A Major是3個音 A中音 抄向上移 過多遠 即是什麼音 其實就是你寫來的音階的第五音 所以你遇到A音 就應該出現 diferente音 所以你新的調 就應該要是E Major 即是新調 E Major 新調應該是E Major E Major應該有四個聲號 所以現在寫了五個聲號就不對 後面的音符合不合 我們寫音階 把E Major寫在A Major下面 一個音對著一個音 E Major升四個音 F C G D 我們用這個表去找音符去改正 第一個音是C-Sharp C-Sharp應該變成G-Sharp 這個是G有Sharp K Signature有Sharp G 所以這個是改正的 第二個是B音 B應該換成F-Sharp 這個是F K Signature也有F-Sharp 所以這個是對的 第三顆是G-Sharp 我們有G-Sharp就會變成D-Sharp 如果出現G 就是低了的G-Sharp 這個D-Sharp也要低半度 G-Sharp會改成D-Sharp G音就會改成D音 應該有一個D音出現 它就改錯了 它這個移調移到Db 所以就不對 應該要是一個D-Natural 最後一個E音 E就要換成B E就換成B B也沒有聲音影響 所以這個是對的 交叉 2.4 這種題目就是 問你音高的 A-B 我們先找到每一個 譜的Middle C 這裡少了音 Middle C 第一個音就是Middle C 高音譜號的Middle C 在這裡 Middle C我們叫做C4 B這個 Middle C在這裡 又是Middle C開始 所以是同一個音高 A-B C這個小節 Middle C在這裡 也是Middle C開始 三個就一樣音高 這三個 A說A和C是同一音高 對 A和B A比B高一個八度 不對 A和B是同一個八度 C說B比C低一個八度 也不對 B和C是同一個八度 好 今天就完成了 第三部分 它說 哪一個是 正確地寫出D小的 Key Signature D小的 RELATIVE MAJOR 就是 F小 應該有六個聲號 其實它也是六個聲號 全部都 就是排列方式 對不對 聲號的排列方式 應該要F,C,G,D,A,E 這樣排過去 我們看它的排列 對不對 第一個 低音譜號 就不對 因為這個也不是F-Shop 是A-Shop 不對 不用打交叉 不對 好 第二個高音譜號 F,C,G,D,A 也是對的 但第五個E-Shop 你要記得我們習慣 第五個E-Shop 高音譜號 是畫在上面 這裡 它畫在下面 就不對 第五個 第五個 這個中音譜號 它還是對的 然後第三個G-Shop也是畫在上面 所以它是畫錯了,所以也不對 正確答案是第三個始終音譜 3.2 哪一個是正確地畫出了G-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G-Flat Major有六個降號 六個降號的排列次序應該是B-E-A-D-G-C 我們去看看它排列是否正確 音譜不對,第一個是A-Flat 不正確 接著這裡 始終音譜 第一個是G-Flat 不正確 低音譜號 B-E-A-D-G-C 是正確的 這個 中音譜號 第一個是E-Flat 不正確,第一個要是B-Flat 低音譜號是正確的 3.3 它就叫你問一下你這個旋律是甚麼調 我做這個題目我就寫F-C-G-D-A-E-B出來的 然後就在這裡找到的降號我就走到這裡 按下它 第一,有B-Flat 有B-Flat 有A-Flat 咦,它沒有E-Flat 首先它有沒有出現過E音 它有出現E音 那有點奇怪 通常有這麼奇怪的排列不整齊 全部降號 那就有機會是Miner調 應該不是Major調 所以我首先查了一個不對的答案 Major就不對 這個特別的音 應該降又不降的音 就是E E 那它就會是Major的7號音 Major如果7號音是E 那主音就會是F 那看來就是Fm 那我想再求證一下答案是否這樣 那我就自己寫Fm出來 看看是否會出現這些音 Fm呢 Fm呢 就是A-Flat A-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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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個降號 所以就很像我剛剛找出來的結果 四個降號 B-E-A-D 應該降B-E-A-D 那為甚麼會還原呢 因為Major的時候有時第七個音會升 Harmonic Major的時候會升第七個音 E-Flat 升高了就會變成E-Natural 所以那個E為甚麼會還原 而沒有降號呢 就因為它是Fm的七音 所以我知道答案就是Fm 好 它會是B 我又寫F-C-G-D-A-E-B出來 我先選它 我找到E-Flat 找到B-Flat 找到A-Flat 這個又是E-Flat 這次排列都很整齊 又沒有Natural音 也沒有聲音 那就是Major Key 三個降號的Major Key 就是E-Flat Major C 又是F-C-G-D-A-E-B出來 有B-Flat 有E-Flat 整齊排在右手邊 兩個降號的Major Key 就是B-Flat 答案就是這樣 3.3 3.4 3.4 它說要完成一條D-Flat Major 那我自己寫D-Flat Major 這個是下行的 所以我反過來寫 D-Flat Major 5個降好 B-E-A-B-G G X應該是C X應該是C Y應該是A-Flat 答案就是這樣 3.5L我會用草稿子 現在 我做法就是把CLAF 放進去 然後 看看那條是否是Major A-A如果我放下高音說 這個就是E-Shop E-Shop 反而F-Shop 這個就會是G音 G short minor我們是有的 E F W short G short G short minor我自己寫一條出來對照一下 看看音樂是否合適 G short minor的 relative major是B major 他們都有五個聲號 F C G D A 我們看看頭五個音像不像 頭五個音一樣 我們就可以看看後面這兩個音 有第七個音F不同 我寫出來的F short 它有再升做F double short 那是OK的 因為harmonic minor會升第七個音 會變成F double short 低音譜號看來是對的 我們看看其他為什麼不適 如果是RT C Cap 第一個就是F short 加上一些聲號 我看見有一個不適 我還是做一次 我自己寫F short minor出來 F short minor它的 relative major是A major A major就升三個音 F C G 看看頭五個音是否一樣 頭五個音已經有個音不一樣 B不一樣 所以Huttle C Clave不一樣 Tender C Clave呢 如果放Tender C Clave 第一個音是D D short 我們沒有D short minor 也有的 也可以寫到 D short E F G A B C D D short D short minor好像有點複雜 分別都不適合 D short minor的 relative major是F short major 然後就升六個音 F C G D A E 升六個音 先看看前面五個音是否一樣 就不一樣了 F應該要升的 正確答案 低音譜號 如果放高音譜號 高音譜號 第一個是G音 好像對 不夠位置寫自己的 要留多些位置 高音譜號 現在有這個是Fb F 我自己寫Gm Gm跟BbM一樣 降兩個音 降Be 頭五個音一樣 第六七音 第六個音一樣 第七音就升高了 是OK的 高音譜號就正確 我們看看其他為何不對 低音譜號就是 會由B音開始 GbA-Sharp 然後我自己寫一條Bm A-M Dm的相關是Bm Dm就升FC 頭五個音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不會是低音譜號 A-C-Clap 如果是中音譜號 這個就會是A音 我已經看到不對 你應該要記得Am是沒有聲降好的 頭五個音不會有聲降好的 他弄了一個C-Flat 就不會是對的 C-Flat跟B是二乎同音 你也不會彈到正確的Miner音階 Auto C-Clap 不適合 Tenor C-Clap 如果是Tenor C-Clap 這個就會是F音 就是F音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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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亮 möglichst500 н 如果我自己寫Fm呢? Fm Relative Major是Ab Major 4個音當然是B,E,A,D 看看後5個音是不是上次 5個音已經不一樣了,第4個音錯了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高音波浩 第3個音 C 這次下行 如果我放高音符號 就會是E-Shop 這是E-Shop 我沒有E-Shop 沒有E-Shop Minor 這樣就不對了 低音波呢? 如果放低音波,這個是G-Shop 不像第一題 好,好像第一題 它的位置是一樣的 我還沒用 不要 不要偷懶 G-Shop A D C D E F G G-Shop 這個又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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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自己寫一條G-Shop Minor G-Shop Minor G-Shop和B Major一樣 F C G D A 頭5個音就不一樣了 它沒有C-Shop 所以低音波號不適合 如果是中音波號 放了一個中音波號 就會是F-Shop 然後我自己寫一條 F-Shop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A MAJOR A MAJOR就升三個音,升F,C,G 頭5個音 頭5個音一樣 後面兩個音都一樣 所以考到C-Clap是對的 Tenor C-Clap 這個就會是D-Shop D-Shop Minor我們是有的 A,B,C,D D-Shop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 D-Shop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 D-Shop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 F-Shop Minor的RELATIVE MAJOR就升六個音 F-C-G-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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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頭5個音 就不一樣了 它沒有升F也沒有升G 就不對 所以中音波號是對的 答案就是這樣 好,3.6 就是問半音階 我會先寫音名 第一個這個是F音 F-Shop,G,G-Shop,A,B,B-Shop,C B-Shop,C是二乎同音 按了同一個按鈕 那就不對了 好 我都解釋一下 應該你畫鋼琴出來 找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剛才那個 我說不對的地方 B-Shop,C就在這裡 B-Shop就會按了同一個鋼琴鍵 兩個音 那就不會是正確的半音階 所以是不對的 高音波的這條是B-sharp,D,C-sharp,B-sharp,B-sharp,A-g-sharp,G,F-sharp,F,E,D-sharp 我們看看它有沒有遺漏英文字幕沒有用過 也沒有英文字幕連續出現三次 目前都可以的,我們再看看音效能夠遺漏 D-sharp在這裡,D-sharp在這裡 接著是D,C-sharp,B-sharp,B-sharp,A-sharp,G-sharp,F-sharp,F-sharp,E,D-sharp 這樣就對了 這個半音當然是對的 3.7 它問現在這個音是否Fm的十多文能 十多文能就是四號音 我們先找這個音的音名 它是Db Fm的四號音應該要是D 它寫了D音,我都不用完成整個m 我都知道它不對 Bbb這一下是Bb 这个是Fm F是Db expansion D Major的Super Tonic是二號音 D Major的二號音應該用了E字 那怎會是F呢? 所以都是不對 不簡單的 答案就是這樣 4 就做音程 下面這個音 下面這個音是G 上面這個音是F 這裡超過一個8度 G數到F G A B C D E 就是7度 而且又多過一個8度 可能是Compound 7 或者7加7是14度 Compound 5又不對 12也不對 這個沒有Compound 7度 那我直接找到這個答案 對 太簡單了 也不用寫 不過我也要解釋一下 那我會怎樣做音程呢 就是我會想一下G Major音階 我寫到第七個音 有沒有升降好的呢? G Major就升一個音 升F sharp 所以G F sharp 就是大調音階會出現的音 所以他們的音程就叫做Major 7 那現在題目呢 那個是F 所以G F sharp是Major 7 G F是比這個窄一些的 F sharp 如果變成F 就會令到它窄一些 窄了的Major就叫做Major 所以答案就是 第三個Compound minor 7 Ku B 下面這個是F sharp 上面這個是C 就是5度來的 所以兩個4度的答案都不對 F sharp 那F呢 上面 我有F sharp major 也可以用F sharp major 或者我試試用F major 找到答案給你看 也可以的 F major就有個B flat 那FC呢 就是大調音階找到的音程 就叫做Perfect 5 我們比較一下現在題目 問我們的東西 題目那個是F sharp C F sharp就會向這邊移動 所以F sharp C的距離呢 比起F C呢 是窄一個半音 窄一些的Perfect 我們就叫Diminish 所以就是Diminish 5度 C 下面這個是B音 上面這個是G sharp B C D E F G B C D E F G B C D E F G 就是6度 所以這個M3不適合 這個7度不適合 剩下兩個答案給我選擇 B major 寫到G音的時候 有沒有聲音說好的呢 B major 5個聲音 5個聲音會有F C G 要聲G 所以B到G sharp就是M6 題目問我的也是B到G sharp 所以答案就是M6 4.2 A 下面這個音是A flat 上面這個音是C 多少度呢 就是3度來的 然後我寫音階段 Abmajor寫到C音有沒有聲響好呢 Abmajor降四個音 降B E A D 就不影響C音的 Ab C就是正常的三度 正常的三度 那就是major的三 Ab C就是major 下面的音是G,上面的音是Bb G,A,B也是三度 寫Gmajor的音階 G,A,B Gmajor的B音有沒有聲響好呢?沒有 Gmajor是一個音階段 G,B就是正常的三度 題目問我是Bb 所以Bb就會令到距離窄了 比起這個距離窄一個半音 窄了的major就叫做minor C 下面的音是G,上面的音是C-sharp Gmajor 數了多少度? G,A,B,C 4度來的 Gmajor音階 寫到C音有沒有聲響好呢? Gmajor是叫F-sharp的 就不聲C音的 G,C就是正常的4度 正常的4度我們叫perfect4 題目給我的是C-sharp 距離就會寬了半個音 寬了半音的perfect就叫做augmented 答案是augmented 4.3 下面的音是D 它要Compat 4 D E F G 應該要G音 而且高八度 它就是G音 然後我們要想一下要不需要升降 這個要Augmented D Major G音 有沒有升降 D Major升F C 不影響G音 D Major升降低音 D Major升降低音 D Major升降低音 所以延適L要Augmented 我會加上了₂ Augmented Compat 4 答案是G B 下面這個音是Gb 6度音就是Gabcde G A B C D E 那就是6度了 至于是不是加声降好呢 我就要考虑一下大调音阶 G flat major 我们也有的 G flat major 降了6个音 B,E,A,D,G,C Gb到E就是Major6 大調音階找到的也叫Major Gb,Eb就是Major6 我現在要Major6 所以我要掙扎這個距離 我要把這個音再向這邊移動 Eb再要Flat 我要加多一個Flat 這樣才是Major6 不,本身Eb是Major6 我要再Flat一些 所以就是E double flat 答案就是E double flat 如果你寫G Major也可以找到答案 寫到E音 G Major就有F碟 所以G,E是Major Major6 你可以慢慢想 Gb,Eb 是一樣距離 所以也是Major6 然後我要變成Major6 所以我要再測一點 我這個音 題目給我的音 我不可以再加東西 但我可以改變的 就是上面的音 所以我再想它測一點 E double flat E double flat 就會是Major6 你用這兩條圓 Major scale都會找到一樣答案 答案就是E double flat 答案就是E double flat 下面這個C-Sharp 我要一個五度音 C,D,E,F,G 要是G音出現的 C-Sharp 我不管Sharp 我先寫C Major C Major C Major第五個音 G音需要升降嗎 不用 C Major補升降 CG就是Perfect 5 C Major C Major Hop UでもC Major C Major C Major So bra,C Major C Wa tellement x鹿 C Major 跟C Major C Major C Major C Brain C Major C Major 至於要不需要加升降號呢? Ebmajor,第2個音物F音順對升降號 Ebmajor就降三個音,降B,E,A,不影響F E,F就是major的兩度,或者major的九度 題目要minor,我要掙扎這個距離 所以F就要加一個flat,才是minor 答案就是Fflat 好,繼續,第5條 第5條已經好像少了 為什麼一題我很怕那條才不會出現 好,剛才3.5還沒做 我先做3.5,我會再剪一下 5,做和言 我要用一張草稿子 首先我們要知道首歌是什麼條 現在有兩個聲號,Dmajor 它也沒有一些臨時記號,不會是minor 所以首歌是Dmajor 可以先寫Dmajor音階 先寫Dmajor音階 然後將它變成和言的表 1和言是Df-A 2和言是Egb 4和言是GBd 5和言是Ac-E 好,就看看配合哪個和言 我會先做每一句最後的和言 因為根據Cadence 最後的和言一定是1和5 就會少了很多選擇 這裏有什麼音呢 有D,F-A,F-A 哪個和言呢 1和言就可以配合Df-A 如果最後和言是1 前一個和言就會是4和5 不會是2的 也不會是1和1 所以有兩個選擇 這裏有什麼音呢 有GBD GBD就會用4和言 4和言 適合Cadence 就是Play Go Cadence 第二句 這裏有什麼音呢 有D,E,F-D D,F-D就可以用1和言 有一個音不是和言音 D是和言音,F-D也和言音 這個不是和言音 但是它是Passing Notes 它是由和言音 經過一個鄰近的音 再去附近隔壁 再下一個和言音 所以這個非和言音就可以接受 它是Passing Notes 如果最後一個和言是1 前一個和言就是4和5 這個是有什麼音呢 有A和C速 4和言都沒有A和C速 但是5和言就有了 我就會選5 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 這個和言就沒有限制了 但是要適合音 這裡有E音 有B 有G E,G,B就二和言就最好了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4,1,2,5,1 繼續5.2 它問你Cadence 即是你也要找到和言先的 我們先寫Gmajor 先寫Gmajor Gmajor一個AppShop 然後就做和言的表 1和言是GBD 2和言是ACE 4和言是CEG 5和言是D AppShop A 好 這裡有什麼音呢 有C,G,CE CE CEG 就是4和言 這個應該是1和言 G,G,B,D 1和言 4,1和言的Cadence叫做Pable 5.2 Cmajor 1和言是CEG 2和言是DFA 4和言是FG FAC 5和言是GBD 這裡有點噁心 好 好 這裡有什麼音呢 1吋 G,B,G,D G,B,D GBD 就是5和言 旁邊應該是1 C,C,G,E C,E,G 就是1和言 5和言這個是GBD 所以我選5和言 C,E,G C,E,G就是1和言 5和言 5和言完結的句子 我就叫做Perfect Cadence 答案就是Perfect 好,5.3 5.3 5.3 它就告訴你這首音樂是minor 所以我就寫minor音階 B,B,D,B D,B,B B,B,B 我又做這個表 這次要加上A,B,C 做這個尹和言名的題目 1和言是D,F,A 2和言有E,G,B,Flat 4和言是G,B,Flat,D 5和言是A,C,E 這個可能是sharp 好,我們看看A的和言是什麼 這裏有什麼音呢 有D,F,D,F,D,A D,F,A 就是1和言 最低的音是D 就用世界A代表 所以1A和言 Cord B有什麼音呢 有Cshort 有臨時記號 應該是5和言的 A,Cshort A,Cshort E當然是5和言 A,C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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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 A,Cshort Cshort 最低的音是B Cshort B B B C B G,B,D B,D G,B,D G,B,D B,D G,B,D B,D Gbb4和弦 最低音是bbbb4和弦 5.3的答案就是這樣 第六題 這個是意大利文題目 我沒有背後 我就不講解了 不過記得這個是Lively 其他兩個都不記得 6.2 這一個裝飾音 只有一個很短的音 比它高 那就 不會是這個 叫做Asicatura 如果是轉動就會多幾個音 要是 上去高音又落下低音 然後回到中間的音 才會轉動 Trio就要重複一個音 跟它上面的音很多次 很多粒 才是Trio Lower Modern 就要是 主要的音 然後低一個音 然後上回來 一下 一個音上回來 才是Lower Modern 所以答案就是Asicatura B 6.3 6.3 看看這些句子是對不對的 Triangle 就是三角 零 可不可以打到Definite Pitch 可不可以打到Doi Mi Faso 三角是不行的 它是不定音樂器來的 所以是4 Horn Horn是圓號 圓號是否Transposing Instrument 是的 圓號是異調樂器來的 C Bass drum 大鼓 很大 那些鼓 那是不是Definite Pitch 可不可以打到不同的音高 不會的 那些很大的鼓 又打到定音 那種叫做Timpani 如果是Timpani 就會是定音 那就會是True 但現在它寫的是Bass drum Bass drum 是沒有定音的 細節D Pessicato 是用功拉的意思 並不是人心 petit Pessicato Pessicato 是耳樂器 會懂的,我們用手指弹的那些級別 所以就不用弓拉 用弓拉的字就是Arco 即是如果他叫你Piscato用手指 然後呢 突然間寫作Arco你就拿弓拉 如果他寫作Piscato你就拿手指出來彈 世家E 長笛 可不可以演奏到 Consordino呢? Consordino就是弱音器 不可以的 長笛 好像沒見過長笛有弱音器 好,那我這個會看答 如果 希望適合 適合我也會剪掉這段影片 如果你看到這段影片沒有被剪掉就適合 有一點點不肯定 我手邊沒有答案了 我要遲些才塗這個答案 好,第七部分 就是Music in Context 就是有一個整個音樂 然後問你問題 7.1 他就問呢 鋼琴的左手第二小節 鋼琴聲部左手第二小節 就是這一塊 就看看下面的句子 對不對 也是會問你音高的 這個 問音高呢 你就找一些中間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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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 computing 下一個句子 一塊 中間 D 中間 A 我寫中 中間 就在這邊 Forsically 第三個音 ,這個 Hog 第二,B是中心的B音 也是中心的B音 C也是中心的B音 A,B,C,3個也是中心的B音 B音是中心的B音 我們看看誰是中心的B音 A,C,3個也是中心的B音 所以我會選A,B,C的答案 只會選一個答案 1.2就完成了 她問一下你的句子是正確或正確 A,她說這首歌你要很開心地演奏 我也不肯定,因為意大利文這個我不太記得 那我就先留空 B,Cavin在第三小節要演奏Undertone Undertone即是你要很沉的聲音去演奏 我是認得這個字的,就是這個 丹王館聲部第三小節有這個 Sotowatche這個字 即是要是很低沉的聲音 很細聲,而且很低沉 所以答案是對的 GuruC 她說Temple速度 全首歌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看看是不是 她有沒有出現轉速度的詞字呢 就沒有 沒有,所以就一樣 全首歌的速度都是一樣 世界D 最高音,鋼琴聲部最高音 最高的音是不是E 我們找一下鋼琴聲部最高的音 這裡有一個很高 有沒有高過這顆呢 就沒有了,最高是這顆 這顆是E 不過前面有Key Signature 這顆是E 這個陷阱也挺大 所以這個是Force 鋼琴聲部最高音的音應該是E E 這裡有三組裝飾音 你會找到三組裝飾音 三組裝飾音 有兩組裝飾音 這裡有兩組裝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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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三組裝飾音 再看一次題目 她說整個音樂找到三組裝飾音 鋼琴這裡有兩組裝飾音 這裡有兩組裝飾音 這裡也玩了一組裝飾音 沒有了,那是三組裝飾音 她說哪一組樂器可以演奏到鋼琴的左手 低音那邊的1至5小節 用到一樣音高 低音這邊1至5小節 都是低音補號的音 我們找一種看低音補號的樂器 Compat是看高音補號的擅長演奏高音 VIOLA可能都可以 可能都可以拉到那些音 拉不到 VIOLA最低的音應該是C音 它有點太低 拉不到 OBO看高音補號擅長演奏高音 這樣就不可以了 TRELO看低音補號擅長演奏高音 他們都可以拉到這些低音 這顆是它的G open string 它可以拉到的 VIOLA這個音 TRELO是OK的 VIOLA是拉不到的 7.4 它說呢 G minor的Dominion音 在鋼琴的左手聲部出現了多少次 哇,好像14那麼多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多 G minor的第五個音 G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 G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 Bb major Bb major Bb major有降到BE 這樣就不影響這個D G minor的Dominion音是D音 即D音在鋼琴的左手聲部出現多少次 好,數吧 鋼琴的左手聲部 可以追蹤D的那幾個位 這裡有D音 這裡也有D音 在下面的D音呢 要加一條線 看看這裡有沒有出現 很多的 1粒,2粒,3粒,4粒,5粒,6粒 7,8 7,8 這個 9 這個 不是 9粒 10 11 12 13 14 哇,真的去到14粒 猜不到 14吧 7.4就回答14 7.5 完成兩個句子 就做完這份卷了 寫個數字 它說 哪裏有一個Edson Edson 即是重音 有這個符號 在音符上面 有沒有呢 看不到 有了 這裡 第八小節 小雞B Trio 哪裏有Trio 這裏 Cary 第三小節 好 那就做完了 記得給個Like 拜拜 拜拜 拜拜